娛樂有心度 盡在SmartTravel 首先我要打馬給他 我現在要加鏡姐 希望她接電話 她說我剛才已經說了會罵我 不會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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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王 看她在做什麼 她剛剛想洗澡 然後又不讓人家去洗澡 可能都不死 你剛剛回到家了嗎 剛剛回到家 然後又要餵一下貓 又要幫她們清潔 那就預備洗澡 然後我看你這麼勤力幫忙推薦 不如你再說吧 因為這位美女 叫我們去買衣服 買了很多便宜的衣服 你說一下你的興奮 不就是 不就是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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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我喜歡聽你說話嘛 大哥 對不對 那你想說什麼 你快說一下你的心得 鏡姐 什麼心得 Emily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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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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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心得 什麼心得 買衣服 什麼心得 扮美心得 扮美心得 我沒有扮美心得 總之都是 自然 自然 舒服 對 自己穿上身覺得很舒服 順眼 這樣就可以了 剛才我看到她穿了一條 好像SM的褲 哈哈哈哈 我沒有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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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試 試 不用死 不用付錢 我知道 但我看到很不同的形象 你嘛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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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取 如果你穿個五吋的高跟鞋 再穿我的褲 拿著一條鞭 的話 這個是什麼 Fifty Shades of Grey 哈哈哈哈 這褲很有型的 我穿得不型的 我穿得不型的 就不買 不是穿得不型 但是不像你的性格 大哥 對不對 沒有所謂的 美女在這裡嗎 我在 你有沒有看到她穿我的褲 有啊 你覺得怎麼樣 你給點點評論 你是在時裝界 OK OK 漂亮 不行 其實我給你看 我看到這些 OK 我以前呢 看到高跟鞋 我自己做賣 我都買很多回來的 現在呢 我有十幾二十雙 不要說多了 二十雙 完全沒穿過 那你說 所以我呢 就決定斬手指 我健身的高跟鞋 我都喜歡死 但是 現在我沒有這樣的場合穿嘛 上班又不用穿到這麼高了 但是高跟鞋 是女人都喜歡漂亮的啦 你問哪個女人都沒有高跟鞋 喂我真的沒見過鏡姐沒有穿高跟鞋 你很想見嗎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不是很想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憑什麼可以我穿高跟鞋給你看 我就是 我就是沒有說 我就是沒有說 我覺得你為什麼事 哈哈哈哈 可能我以後拿100萬youtube 那個金牌的時候你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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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結婚我就穿高跟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是不可能 哈哈哈哈 可能叫我拿100萬訂閱 更容易過我結婚 是嗎 哈哈哈哈 所以我不是說 你結婚我就穿高跟鞋 那你現在說 我不會有100萬訂閱啊 哈哈哈哈 我說你結婚 我不是說你說100萬 哈 OK 喂 其實那個女生 你不是說100萬 誰知道我不會 哈哈哈哈 不是 你結婚我就穿高跟鞋給你看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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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Ana Ma說 Sapang做事有分寸 能夠遇上你 是我們的福氣 多謝Ana Ma 是的 你繼續說 說 Sapang Sapang經常取笑我的 我不是取笑你 我就是覺得 我沒見過你穿 不代表你之前沒有穿過 那我當然有穿過 那些球鞋 我想突然間 他要感謝這個社會 生意好得爆 因為全部人都買了球鞋 穿的 舒服啊 有潮流的樣子 每個人都喜歡 因為球鞋 沒有年齡 二十歲 三十歲 都穿得到球鞋 其實你剛才說的 也好 因為我剛才在鏡子車上問你 你覺得 譬如五十歲或者六十歲的女性 怎樣扮靚 你說 其實現在的人都比較 casual的打扮 其實我覺得 好像 我看到一些日本的 老人 比較年長的配偶 他們都可以穿得很潮 就是穿越是 簡便越好 你如果年紀大 你想年輕一點的話 其實可以穿得比較 輕便一點 有一種 年輕的感覺 你覺得是不是 是啊 還有現在的人 不要說五十歲六十歲 那一個三十歲四十歲的人 其實你不覺得潮流 如果不用上班的人 每個人都穿 每個人都穿瑜伽的樣子 那樣大演自己的身材 那些女性 那些肩膀 那些線條 是不是 全部都是這樣的 這樣就更加看不到她的年齡 所以建議大家都穿多些 運動裝 給自己催眠 好像是 我現在已經很年輕的感覺 你覺得是不是 其實都不用穿衣服的 其實現在香港的美女 每個人都很懂得保養 每個星期都做臉 又做微甜 你根本 我告訴你 我想你隨便 一家又摸個四十歲 五十歲的女兒 就是抓她 不是摸她 Sorry 那些中文 那些衣服都很漂亮 其實人家說 反而你那些二十多歲的 那些有青春豆 那些十多個 那些 所以去到三十多歲 已經有些少少 那些叫什麼 金融化基礎 他們會覺得 金融化基礎 是啊 經濟獨立 那你可以裝美 那其實 我不是說賣廣告 你現在的護膚品 一定要用護膚品 那你用完之後 又要靠化妝 其實這樣 就可以令到你 真是年輕很多年 是的 鏡姐現在都勤力了 鏡姐是不是 阿呂王 勤力了? 不是 你一勤力了扮靚 是不是 沒有啊 你今天見我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樣子 不是啊 我家裡是青春 臉仍然都是 比以前 線條優美了很多 這件事 真的大家不要懶 你說一下心得 為什麼呢 我會覺得 我最近覺得 其實很簡單 大家都可以在家裡做 就是用一個遲叉叉的臉 遲叉叉的臉 和叉眼袋 真的肯定很多 其實我沒有你這麼勤力 我不會每個星期去做的 你都知道 我有空記得 或者兩三個星期才出去一次 但是在家裡 自己都可以做 就是全面膜 還有我現在多了就是 每天都用遲叉 叉一下臉 叉一下眼袋 其實很明顯 這個人都肯定一點 臉也肯定一點 是啊 身要肯定的話 有沒有提示呢 拉筋 為什麼你一陣子這麼少拉筋 你以前剛聽的時候 經常拉筋的 對 因為現在要刺耳機 因為現在要刺耳機 然後你又無緣無故又封煙 你不是經常刺耳機 是不是 你自己懶就懶 又說我 什麼時候 不是啊 懶了 都是懶的了 都是要拉筋 你拉筋 拉筋 因為拉筋真的很好 不是啊 你說不肥 其實真的要吃少些澱粉質 我覺得最明顯就是 吃少些澱粉質 還有喝少些糖分的檸檬茶 啊 汽水啊 菊花茶 真的可以減少很多的 是 如果你忍得到 直接一毫子 我就被人罵 其實你一毫子 所有粥粉麵飯要戒掉 所有糖戒掉 你就不會瘦 你做得很好 你今晚吃飯 你都不吃炭水化合物 是吧 我是很決心的 我不放肆的 我真的不放肆 我最多給自己一個月吃一次麥當道薯條 我真的不放肆 汽水也不喝 因為其實 我一定汽水也不喝 非常好 因為一定要喝八杯水 這是一定要的定義 最好喝八杯 有些日本的綠茶 我跟他們買的 有一種綠茶不錯 是嗎 是DETOX的 是真的可以的 是嗎 是嗎 OK 因為有些綠茶很濃的 知不知道 加輝一龍茶 好像中國人這樣說 很靈 所以不可以喝 所以大家 你看看我現在是在做那個 你有沒有開著電視 我現在是在做那個遲叉 一直跟你說 看見到 哈哈哈哈 但是沙坡告訴你 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呢 你看看你的身形 哈哈哈哈 你擦麵是沒有用的 你先搞定你的身形 好了我戒甜了 我已經喝了一盒三的那些 但你覺得我樣子OK 只是我的身形 其實 對不對 你的身形要真的 要戒澱粉質 開始 就是 如果你說要吃少許 才有氣力的 你白天吃少許 晚上就不要吃 嗯 不要吃宵夜 是 是 其實我要 如果我肯戒甜 已經是好很多的了 喂 你真的不要吃甜 是 真的不要吃甜了 是啊 是啊 對你的身體 小一點啦 是啊 你 說真的 見到你來我家裡 都說要買喝可樂的 喂 喝可樂很大 誰叫你在家裡 吃得可樂 和那些汽水 為什麼呢 你自己又不喝 但是你賣這麼多 招呼你的朋友 是嗎 是啊 是啊 你真的 喂 我告訴你 做鏡子的朋友很幸福的 你知道嗎 是啊 是啊 是用來擺放的 除非 也有的 可能 呃 一個星期一盒檸檬茶 是啊 是啊 嗯 好啦 我忍手 我不買那些三盒一的 我以前喝得很誇張的 一喝差不多四五杯 一盒三那些 其實那一盒三很厲害 什麼來的 一盒三咖啡那些 或者奶茶 嘩 不行 你想死啊 是啊 其實很肥的 不是肥啊 我怕會有糖尿病 你不要介意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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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以的 一定要介意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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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今天買衣服多難買 哈哈 喂 不是啊 啊 買衣服是嗎 啊 是啊 那件jacket我沒有 包括那件襯衣還可以啊 是啊 很多我問 我問這兩個美女的意見 因為她們一個就是 兩個都見過世面的 所以走出來 就是 哎 OK啦 給她們承認的話 應該不會坐到哪裏 加上便宜了那麼多的話 真的覺得 值得的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買衣服 要不買 我覺得價錢適合 和可以長時間穿的話 我又會覺得一次過買了 那我因為不是那麼多時間 是啊 是的 你出來買東西當然買多一點 是不是 尋防不時之需嘛 嗯 其實現在的人買衣服也是這樣的 買衣服比較隨便 但是反而用些包袋 就多數用名牌子 但是呢 鞋子就騙不到人 鞋子你自己穿在腳上 所以 但是呢 他們不停把衣服混合 所以 買很多很多不同 他們假裝了很多 尤其是 二十幾三十歲那些 他們混合的衣服很厲害 嗯 是啊 混合和混合那種 是啊 是啊 有不同國內的人 香港的女生 那些女生 哦 我要買媽媽媽媽媽的名牌 買媽媽媽媽的名牌 整身穿上去 香港的女生 她可能不是名牌 但是她穿上去 看上去 整身的韜韜 是很舒服的 嗯 嗯 看上去 那些衣服 都包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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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名牌 大根 你多給 Där 就是 對 對 出來的效果是脫臘 說了那麼久,你會說感情嗎? 什麼?怎樣? 說什麼? 說說愛情 好啊好啊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會不會踩地雷 我從來都不問鏡姐關於感情的東西 你看看她肯不肯說 什麼感情? 鏡姐? 我免得踩地雷 你想挑戰我什麼? 我從來都不會挑戰你 不要挑戰自己 你先問鏡姐關於阿莎吧 不用問的 你怎樣 不如你問 最好你問鏡姐 因為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有哪些是應該問 哪些是不應該問 還要經過大氣電波 就算我平時跟她聊天 我都不跟她說晴晴塌塌的東西 不要問她 問你自己 她剛才說我是不是想挑戰她嗎? 我怎樣挑戰她? 你猜要踩地雷嗎? 是嗎? 不如這樣 我發覺現在香港有一個很普遍 就是年輕的人都移民 最好奇 我們只剩下老夫老妻 有兩群的老夫老妻 有些我覺得在我身邊的人 有些是因愛當 真的走出走入 喝茶 總之24小時 大家不可以離開 大家到六七十歲都是這樣的 有些可能 從四十歲開始已經開始 每天在家吵架的 每天在家 不停地吵架 她的情緒 明明她的情緒 是不是只是吵架 她只是不停地說 就是這樣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情緒 阿鏡子你發表一下 因為她們每天都聽我說 你兩個美女 你對答嗎? 我發表什麼? 我又沒有 未婚 你身邊也聽過一些朋友 身邊聽過一些朋友 他們聽了我兩年多 他們可能覺得 都知道你要說什麼 但是你還沒發表過這件事 你說 你不用一定說自己 你不需要說 你聽回來或是觀察 是怎樣 你覺得是不是好像她這樣說 現在很多少年多 要不就很恩愛 要不就很家吵屋斃 那只是這兩件事 謝謝你 我覺得還有一件事 國環 對 各有各玩 其實如果你去到這樣的年紀 其實還有什麼好玩呢? 有什麼好玩呢? 封面 有什麼好玩呢? 出去 溝仔溝女嗎? 男人呢 去到六七十歲 都還可以溝女 要溝越年輕 問題是 你捨不捨得花錢 我覺得 但女人呢 其實今時今日 那些女人 去到 什麼歲數都好 尤其是香港 很耕老的亞洲的女人 你不排除 有些人都喜歡 什麼? 小鮮肉都喜歡 一些成熟的女人 但你不可以說 喂 中女就沒有市場 加上我經常說 狗運的女人 很殺食 即是她們經濟獨立 這樣又可以保持自己 不像自己 真實年齡的話 這樣 但是 剛才我們都研究過這個問題 到你 譬如 去到 某個年紀 其實 都不是很需要性 那樣東西 已經 不過所以 我覺得 有很多女人 她 是需要 人關心 她不是需要性 但她需要人關心 所以 因為她好像我以前 我公司老總 那些男生 譬如她四五十歲 就做得老總 接著 那些公司的男生 小鮮肉 向她虛寒問戀 不知道多開心 那一刻 那一刻 開心 不代表 不代表什麼 那她就是 需要關心 對 以我以前 所記得的話 她 去了 某個歲數 女人 不需要性 一向 不需要性 那方面 比男性 可能她 需要 那種關心 和溫暖 對吧 你覺得 以我觀察 原來很多老總 就是很多女人 她在家 她的關係 已經很疏離 但是 她老公 可能當她是一個梳化 在家 不聞不聞 子女又大了 回到公司 有人向她 開寒問戀 她很享受 被關顧 那種 有新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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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貪新鮮 不是 我覺得女人 是需要人關心的 譬如傾聽 是關心的 她未必一定是最感性 那你不要問我 你不要問我 我不是那種 你不是那種 我也不是那種 但是問題是 我觀察到大部分的女性 都是這樣 以前的公司 很多人受 所以我這些 很討厭 我不喜歡別人 譬如開完會 第一時間 搶著你 幫你拿公司包 那我覺得 麻煩你先做好自己的事 你真的幫我做些事 把鬼嗎 所以他們就有目的 他們要拆你的鞋 所以 鞋子有好感 那就是有目的 他不是真心關心你 但是很多人 小鮮肉 無緣無故走 很多人受 我說 很多人受 我們三個都是屬於清醒的人 但是你不排除這個社會 很多人都很享受 這種被關鍋 因為可能他覺得 在他這麼沉悶的朋友生活之中 他家裡的那個男人 又不理他了 他自己又不方便出去 出去 拋花野草 尤其是有些中產 有頭有臉 因為被他老公的朋友 看到就更死 是不是 那也是那一刻 有人關心一下你 那一刻 開心一下 是嗎 他不會回家 還想念小鮮肉 不會太不理事 正常來說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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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以我觀察 不知道多少是 如果你說他回家 如果兩夫妻是很感情的話 可能就完結了 那一刻了 開心完 但是如果本身 就是密先父而後重生 可能兩夫妻的關係 是不好的 跟著他不開心的時候 那就閉加火了 就外面 就可能容易 我們剛才在車裡也說過 美女說過這個話題 有些人可能說 為什麼在家裡 都寧願睡沙發 都不回房間睡 是不是 這段我聽我身邊的人說 但是不停 很有趣 那男人在那裡說 我回家 就經常被老婆 嘔嘔嘔嘔嘔嘔嘔 我就在那裡睡 這件事可能維持了五年六年 但是我又問 為什麼你不跟他離婚 我跟那個人完全沒有關係 他就說 不是 如果我也是照顧他的 我從小到他大 還有我的子女的媽媽 如果我跟他離婚 我跟他離婚 那我睡街什麼 你聽到最後那句 是他睡街 所以 嗯 是啊 就是說 如果他第一個 他就被人趕出街那個 那 那 在這個故事裡面 我覺得他很自私 因為 肯定他老婆 就跟他 跟他 一個兒子一個女 然後 他還是煮飯給他吃 但是 都是 掩飾他 他在外面是女朋友 又這樣 又這樣 肯定是 但是 他說 你從早到晚 那你又怎麼忍你老婆呢 你說你老婆傻 整天這樣掩飾你 那沒辦法的 如果不是 我怕他自己出去 沒有人照顧他 那我留一層樓給他 那我自己就變成我自己無關可歸 那你想一下 那你都要延續劇下去了 有個網友 Shadow 他說 很多女人都會寂寞難耐 是吧 我們這三個人比較理性 我們現在 就是 online的 真的 因為我們比較理性 和我們比較獨立 有很多人真的 寧願 譬如說 哎呀 有人幫我拿我的手袋 就好了 好多這些人 我真的見不少 大哥 我一個女人 都是殺手蛋 每個女人都會心動 心動的意思 不是喜歡他 而是會開心 嘩 又有人幫你拿手袋 幫你 你又說 要喝奶茶 幫你馬上去買 喂 你家裡那個件 都不會這樣對你了 那你公司有沒有這些 你的公司 沒有 好 美女 我們家裡不可以做這些事 沒有人給你 好 比較西化 我以前的公司 差不多每天每天都上班 我看到 覺得 幸好 我一上班就已經說 你們不用幫我 我跟他們說 如果每個人做上司的事 誰做你們的事 所以你們最重要 做好自己的事就夠了 但是我以前的公司的文化就是 他們花了很多大量的時間去討好上司 所以搞到公司的服務越來越差 是嗎 我平時我親眼見過 怎樣 說來 你幾次 是啊 他浪費了時間去討好上司 但是你對客人的事他又不做什麼 是 是啊 每個人 一個門口 只有一個人去管理 幾百個客人上來 有些人 就自己丟下所有事情 不做 就去跟老仲一起上 但是上客 兩個人在門口 welcome 那些客人 他不是真的幫客人看 boding pass 你是不是這個 日期 flight number 那個地方 不是看這些 security 的issue 而是跟門口 上司聊天 有些客人在那裡 很簡單 客人一進來 然後他不知道自己是左手邊 還是右手邊 然後塞了 班機就延遲 很簡單 這件事 只是這麼少 是不是 那這個是你老總問題 是啊 我班機就肯定不會出現這些問題 但是那個公司文化不好 你剛才說 因為大部分的老總都是女性 而很多女性就是說 他很寂寞 很想人 甚至乎 那麼簡單 上客的時候 二十多分鐘 都需要人家陪他取水 你想想 那你怎麼可以做到這個service 你只是 班機一take off 已經是 好像骨太效應 對不對 所以 沒有的了 譬如我會覺得 其實 單身都幾好 幾開心 不錯 是啊 我覺得是 所以我這麼喜歡工作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其實單身 都很忙 我也很忙 是不是 都搞 都忙到死了 如果你還有另一半 當然這些都要看緣份 你緣份到 沒得好說 但是 不會特別說 不行 一定要找個 盤 或者找個partner 那又不會 我不會 美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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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很開心 我現在單身 因為 其實我看到這些人 他們是 有老公 但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他 現在已經是做了 回到家 你不要介意 就是 他根本是做一個 家庭主婦 要照顧 照顧子女 就是他生的 但還要照顧 喜居飲食 所有的東西 還要幫他 行李 你明白嗎 我 在我的心目中 現在快要30分鐘 如果說完我自己 我就覺得 其實 最重要是愛惜自己 無論你是單身與否 其實你應該愛惜自己 無論在心靈方面 或者是 身體上 或者心靈方面 都應該首先要愛自己 對不對 你說我自己來說 我就是覺得 緣分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你又不知道他什麼時候走 所以這件事 預測不到 但如果你說 input 去工作的 你付出的 就是你有時候 中瓜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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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 如果給我選擇的話 當然選擇一些 你可以能力範圍 控制到的 就是你的工作 我喜歡花多少時間 我享受我的工作 但是感情 不是說 你付出多少 你就會收回多少 我覺得是這樣 所以 我自己很享受 那種 你剛才說的 哇 你又出這麼多條片 是呀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 很喜歡工作 是 這樣 行不行 哈哈 都是 因為 我覺得 譬如 網友 自己 或者朋友 快在家裡 做到 一個家庭主婦 又被老公掩 那 不如 出去自己 出去 放鬆 找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去看一看電影 學一下跳舞 學一下其他事情 而交生朋友 對 老公 見你少一點 就 我少你少一點 即是少一點磨擦 是嗎 少一點 我講話給你 這件事都不是什麼 我連老公磨擦 他們倆都當作溝通 我聽過一些事 就是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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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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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好的老婆 現在這個案子 是已經離婚了 兒子是屬於老婆的 那我就問 你覺得 如果你現在有機會再跟老婆 在花齊 他說我會 因為這個真的很好 老婆 那你當日又要做一些 要背叛老婆 我都解不通 這是男人的天性 那你說是死了嗎 可能她是一時錯手 一時不小心 不 又是一次兩次三次了 不然老婆也不會離婚 那就叫她不要結婚 那些人還不適合結婚 她不適合負責任 這是社會責任 她可以結婚 她有個兒子就完成了社會責任 還有你要記住 很多男人 我想在這個案子裡 男人是守不了寡的 你知道嗎 我媽媽經常跟我說的 因為她家裡有一個人 難道是一個傭人嗎 有一個人是屬於她自己 屬於她老婆 是屬於她自己的 我記得Tom Cruise說的一句說話 跟她不知哪個女人說 You are just a piece of furniture 你只是我家的其中一個家 不是啦 我經常都覺得 你記得嗎 所以 其實真的很慘 其實不是很慘 我覺得如果有這樣的概念 就真的是大件事了 但她沒有說她不要 她說 She is a very good wife 她覺得她很好的 不過我是不停的喜歡別的女人 那家裡的女人就是要設計自己 不要做一個家事 別做一個家事 要是你賺開帳戶 要是你不懂得開 所以這個女孩子 年輕的 就選擇了 想當年 選擇了 離開她 我想因為可能那些男人是take it for granted 就是覺得老鳳一定是在家的啦 你一定是要照顧小朋友的啦 你一定要在家裡煮飯的啦 即他們已經是老鳳的 覺得你應該是這樣做的 但如果你問我 我一定不會啦 即我不會 你說什麼什麼 但如果我喜歡就煮飯給你吃啦 我那天不想煮 我就不煮啦 可能反而我會覺得 我覺得而已 即是 那個老公都不會覺得你這麼悶 那個人很悶 他又會覺得有些新鮮感 他這些就是人家叫他行東 行西包咬頸那些啦 你明白嗎 那人家就會覺得 我猜不到他下一步做什麼 是的 我就是這樣 在開始的時候 我已經問美女 我說你覺得他跟那麼多西人去拍拖的時候 其實外國人的文化就是 有什麼攤出來說 但其實可能在亞洲來說 會不會有一點心計 等你猜不到我 這樣才會有生活情趣的啦 是不是 因為那樣東西是不安全的 當那樣東西都放在那裡的 都不會動的 好像一件傢俬一樣 那他當然是會自然的 覺得你會走到哪裏 但是如果你給他感覺一種不安全感的話 那他就要珍惜的啦 是不是 我覺得是啦 那鬼妹 你認不認同啊 是的 還有我想可能是中國的傳統 男人比女人一定要留在家裡 無論我 在外面搞什麼東西 你都要在家裡乖乖的 是不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 是不是 但是你現在這個世界沒有傳統的啦 這個時代 是啊 你下次如果再遇到下一個緣份的話 美女 我建議你不要什麼都放出來說 因為其實愛情 都某程度上是一種 Politics 的 我覺得有在的 我媽媽就這樣說了 她說 女兒 所以你需要 我媽媽經常都跟我說的啦 你這麼坦白啊 那你就不斷先啊 因為別人知道 你等於在一張倒桌 鏡姐就懂得看 喜歡 偶爾有些興趣就在倒桌玩一下 你如果有Pair牌 你都拿出來的 根本你不用玩下去的 遊戲 你把那些牌給別人看 你多一點有些技巧 是不是 對方不知道你 Show hand 是不是 你蓋著那個牌 別人不知道的話 去猜猜猜猜 你才能夠保持著 對方有一種 很害怕隨時沒有你那種感覺 是不是 你攤開了那些牌 你說 有什麼 攤出來說 其實就是 很容易 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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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我覺得就是這樣 可以這麼說 不是 他們都不是每次都攤開出來說的 那當然是 你不要黑我面三天 我真的要問你什麼事 是不是 好啊 不是跟香港 就是跟中國的女人 就會三重四德就不出聲 那還要煲一些湯給你 這個是長久以前 哈哈 長久以前 你又說上一代的東西 現在這個時世不是這樣的 原來你這麼傳統的 美女 原來我真的想不到你 我聽回來 去得最快離婚的那些 我聽過一個個案是一個禮拜的 全部都是20歲的那些 他們那些去得很快 很狠 你知不知道 反而呢 你說40歲那些 還會有所保留 什麼可能有弟弟 還是真的愛得太多年了 現在那些20歲那些 如果說離婚就比借火快 人家快閃快離嘛 誰在這裡跌東西啊 我想問 哈哈哈哈 不是我啊 我 為什麼呢 你什麼事啊 我想知道 你的小狗啊 是啊 好吧 無論如何 今晚很感謝 非常榮幸 兩位美女在這裏空曠這個Smart Travel 你這樣talk three talk four 我覺得都非常之好 怎麼說呢 令到這個節目深色不少 對吧 你覺得 我希望粉絲各個喜歡 好啊 我發了連結給你 talk three talk four talk three talk four 沒有對還是錯的 所以每個人都解釋不到 Your slogan is good for tonight talk three talk four 沒有對還是錯 但是Smart Travel的節目 千萬不要錯過 Ladies and Jan 哈哈哈哈 Be true 好不好 好啊 謝謝 謝謝 那你去洗澡 你放過我了嗎 Sapang 放過 你放過我了嗎 你可以暫時放過Smart Travel Sapang就暫時放過你去洗澡 好嗎 哈哈哈哈哈哈 因為我明天早就要抽六隻六條發骨龍 你要知道 好啦 謝謝你了 多謝呂王 為什麼呢 你不知道啊 美女 如果你有空看完我的影片的話 阿鏡姐真是為Smart Travel 付出很多的心機 因為她是義工來的 所以我很感恩啊 你做的朋友 所以她拍不拍多我當然祝福她 但有這個朋友的話 Sapang或者Smart Travel網 多謝你 好嗎 多謝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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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晚安啦 兩位美女 阿鏡姐和這個美女 我不方便去公佈她的名字出來 我們有機會再聊好嗎 拜拜 好的 Good night 晚安各位 各位美女拜拜 拜拜 拜拜 Thank you 拜拜 好 嘩 是不是 很開心 他們說了自己的想法 我們又在他們身上 可能啟發到一些不同的想法 你們可以認同 也可以有別的想法 因為我們Smart Travel 是希望打開天空的 大家經過通過溝通和聊天之外 只不過沒有對或錯 只不過每個人有不同的想法 每個人有不同的經歷 身邊的朋友也有不同 這一點就是Smart Travel 值得與眾不同的地方 好嗎 我經常有很多女強人 聰明人 甚至家庭主婦 都特別Smart個人 很Appreciate 能夠在網上認識這麼多貴人 在這裏跟大家說聲Good night 因為明天我也要跟我媽媽喝茶 我看看我家人覆了沒有 先看看 我明天要去喝茶 我現在在這裏跟大家說聲Good night 明天 A.A.A.Lang BelloSophia BonBon Charlesito Christine Gigi Chen DarfeLi A23 AlanJ Esta VannieCindy HW HongHong IrisLang Isabella Chen Ivy Chen JennyWong Kakito KimpingYip 歡迎你 李明正 Lam Senha Lan Loc Ling Chow MandyYip MichelleO 不配咸 Ping Li Piu Yin Shadow SK3 So Fanny Zakoni Valaville W Ching Chan Wendy Lammy Yolanda Zhang Yang Kiso Iwan Ho 阿表 Xie Geng姐 娟姐 和Sewi B-chan 多谢各位 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明天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起床做得切片 做到一两条都好 之前我去喝茶之前 我真的有时都会这样的 因为享受工作 无论你是否单身与否 其实首先要爱自己 才去爱其他人 令到你自己的生活更加有价值 好 晚安 多谢 给我一天这么充实的 无论我做几条片都好 因为我有你们